7月19日17时45分左右,河南省煤气有限责任公司一马气化厂C套空分装置发生爆炸着火事故,方圆3公里之内门窗玻璃很多被战碎。 截至20日30,此次爆炸共造成10人死亡,5人失联,19人重伤,部分群众受轻微伤。 中心社记者连夜驱车赶往河南三门峡一马市。 20日凌晨3点,在一马气化厂前道路上,不时有闪烁救援灯的消防车辆驶过。 爆炸时产生的铁皮、玻璃渣出现在道路中央。 距离厂区数百米的街头,几位居民站在夜色中,他们向记者讲述了爆炸发生的过程。 爆炸产生的冲击波造成部分居民家中房顶掉落,门窗玻璃破碎,也让他们在爆炸发生后的首夜无法安心。 陈先生还介绍,爆炸产生的冲击波致使方圆三公里左右的多数房屋门窗玻璃震碎。 他的家属也被砸受伤。 家属头上留下了四肢,现在情况怎么样? 现在回来了,回来了明天去医院,现在人力太多。 到消除一说也满了,去医院当时也满了。 事故发生后,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事故现场。 当地消防救援队伍已调集46辆消防车209名消防救援人员赶赴现场。 全力控制伙势搜救被困人员。 事县两级政府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,应急管理、公安、消防、卫生、环保等部门立即赶赴现场搜救伤员, 迅速展开各项救援处置工作。 目前,医院正在对受伤人员全力救治。 事故现场已经得到有效控制,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。